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二十二集 这时候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站在门后面的白明川顺手把门拉开 接着便叫道 是润燕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爸也正在这里呢 田福堂一看是自家的女儿 赶紧走过来问他 坐顺车回来的 坐公共汽车 徐志工一看是福堂的女儿 满脸的不高兴 暂时收藏起来笑着说 你怎知道你爸在公社呢 我不是找我爸 我来找你和白叔叔 什么事 什么事 白明川和徐志工几乎同时问 田福堂也不知他女儿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 站在旁边一脸的迷惑 润燕接着就把他二爸的信递给了白明川 白明川拆开信 看见上面写着 明川志工二同志 你们好 据反映 你设冠子村社员王满银 因犯了几包老鼠药 先被押到双水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 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 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 让其回对去 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 也希望你们能慎重处理 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 切不可随意行事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请你们二位着处 此志敬礼 田福君 白明川看完信后 就交给了徐志工 徐志工也很快把信看完了 两个人一时间都不言传 各抽各的纸烟 另一边 田福堂还不知内情 偷偷问女儿 什么事 我二爸写信 让把兰花的女婿放了 你二爸怎知道这事了 田福堂敏感地问女儿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冠子村的什么人反应的 可爱的润叶对父亲撒谎说 那你是专门为这事回来的 不是的 我们学校让我到十哥街小学 取一份教材 二爸就让我把这封信顺路烧来了 润叶继续给他爸撒谎 这时候沉默了一会儿的白明川 问徐志工 你看怎么办 徐志工立刻说 那还有什么说的 让王满淫回对去不就行了 那其他人呢 明川又问他 牛家沟那个妇女病治好了 也让他回去 至于其他人 总不能都放了吧 我徐志工没什么 你是一把手 你看着办 徐志工把球一脚踢给了白明川 白明川想了一下 只好说 那先就按你说的办吧 你负责农田基建会战 有些问题毙了 咱再研究 白明川说着便拿起了电话 让化务员给他接公社医院 喂 牛家沟那妇女现在怎么样 血止住了 好 我和徐主任一会儿就过来 他放下话筒 对徐志工说 血止住了 徐志工看来也松了一口气 那咱过去看看 润叶马上对他们说 我一会儿还要回县城去 你们能不能给我挡个顺车 米家镇到咱们县城的班车 已经过去了 你不回家了 干脆回家住上一夜 明早上再走 你妈常念到说你不回来 田夫堂对女儿说 我明早上有课 今天必须赶回去 哦 是这样的话 你还是回城里去 不能耽误了工作 田夫堂听说是这样 也就不再劝女儿回家去了 徐志工说 哎呀 这过路司机 我和白主任认得不多 看来只能让街上食堂的人去挡了 白明川说 也就是了 司机过路在食堂吃饭 厨师大部分都认识 是这样 志工 你干脆到食堂找个人 给润叶挡车去 让我给咱到医院走一趟 那好 徐志工乐意去给润叶挡车 而不愿去医院看那个母老虎 他知道 那母老虎恨他 白明川去了医院以后 徐志工就和田夫堂妇女俩 一同出了公社 他们来到街道上 徐志工对他俩说 你们先到对面公路上等一等 让我到后街头食堂里 找个人来 田夫堂推着他大架上 缠黑回容的自行车 就和女儿走过街头 东拉河上的小桥 来到街对面的公路上 福堂又一次 满腹狐疑地问女儿 你二爸 他怎能知道 兰花女婿的事呢 哎呀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清楚这事吗 润叶不耐烦地对父亲说 田夫堂只好不再问这事了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提醒女儿说 你还没到十歌节小学 取教材来 我来公社前已经取过了 在我的挂包里装着 哦 这就对了 不敢把你的正事误了 福堂对女儿关切地说 这时候 徐志工引着十歌节食堂 那个胖炉头上了公路 胖炉头胸有成竹地 对三个人说 不怕 不是吹来 别说让我挡一辆 挡十辆也能挡定来 这一路上的司机 哪个没沾过我的官 徐志工也愚说 这一路上的司机 哪个你没沾过官啊 任叶和他爸都被逗笑了 胖炉头有点不好意思地 张开嘴巴哈哈一笑 看着徐主任说的 官马民 民不休 胖炉头的确不是吹 从米家镇那边过来的 第一辆车就被他挡住了 这是一辆货车 几个人看着润夜 坐在了驾驶楼的空位上 送走润夜后 胖炉头说他忙 也过十歌节那面去了 田福堂推着自行车 问徐志工 你今天去不去我们村了 徐志工对他说 公社有些事 我今天不去双水村了 你回去给高虎和玉婷烧个话 叫他们把王满淫放了 就这事啊 那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的话传到 田福堂告别了徐主任 就骑上他的蝉黑回容的永久牌自行车 起身回双水村了 田福堂一路骑着车子 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许多事 他穿一身旧制服衣裳 高大的身板有些单薄 一张瘦条脸上 栽着一些不很稠密的胡须 由于脸色显出一种病容式的苍白 那胡须看起来倒黑森森的 他实际上除过气管有些毛病外 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病 只是因为多年来体力劳动少些 身板才显得单薄了一些 可他一天并不闲着 开会 私谋 筹划 指挥 给大队办各种交涉 争各种利益 也是一个大忙人 在十个节几十个大队领导中 他无疑是最有名望的 公社不管换多少茬领导 他都能和这些领导人 保持一种热火关系 这的确也是一种本事 双水村的人 尽管都或多或少 对田福堂有意见 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 书记还是只能由这家伙来当 田福堂对自个儿的利益 当然一点也不放弃 但要是村子和村子之间争利益 他就会拼老命 为双水村争个你死我活 一般来说 其他队的领导人 斗不过田福堂 就是十个节公社的领导人 只要田福堂出面 给双水村办事 一般都要让他满意 因此多少年来 不管事事怎变化 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 没变化 就是金家的大部分人 也承认他的权威 田福堂现在骑着自行车 在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跑着 因为是下坡路 他也不要太多的费力 可以分出心盘算其他事 田福堂现在明显地意识到 这几年他在村里 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 他首先想到了二队队长金俊武 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内面的领袖 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 就是那个样子 虽然从没和他一心过 但这人没魄力 年轻时都没翻起来几个大浪 现在一大把年纪 更没力量和他争高论低了 但金俊武比他和俊山都年轻 又是党支部委员 时不时趋里拐弯和他过不去 当然眼下金俊武 还不敢和田福堂正面交火 但对他的主要帮手孙玉婷 却使了一个绊脚又一个绊脚 这实际上是想把田福堂的一条胳膊 往蛇里打来 提起孙玉婷 田福堂马上又想到了 玉婷的侄子孙绍安 他没想到 没本事的孙玉后 养了这么一个厉害儿子 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 也不是党员 但从发展眼光看 比金俊武更惨祸 就是的 连金俊武这个强人 都对这后生遵三分来 这绍安和他润液一块长大 小时候他倒没看出 孙玉后这个掉鼻涕的小子 长大后会有多么出息 想不到 现在成了他在村里最头疼的人 田福堂常想 这后生要是把书念成了 肯定是个当官的料子 他对绍安最头疼的是 他的许多套路 满哄不了这后生 他有些精明的小把戏 甚至可以哄了金俊武 但哄不了孙绍安 而更厉害的是 这后生又不和你争争吵吵 他尝试把事情做得让你下不了台 是田福堂受刺激的事 这几年一队选队长 绍安年年都是全票 这就要威信吗 田福堂自己也是一队的人 众人选绍安 他也得选 而且还要表示双手赞成 当然 说公道话 田家哥老这面的人 也只能让绍安来镇台子 往年一队 烂包的从来不如二队 自从绍安当了队长 梁氏和红利 竟然年年超过了金家湾那面 不让他当队长 让谁当呢 田福堂当然也能跟上沾点光 这几年 粮 钱 明显比前几年分得多了 但不论怎样说 这后生总叫他心里有点不舒服 前几天 田福堂在公社开会时 听说志工派人 把绍安那个二溜子姐夫 拉到双水村劳教了 他听了心里倒有点高兴 他知道 这事会让孙玉后一家人乱成一团 让孙绍安去发愁吧 田福堂万万没想到 半路里杀出个他弟弟 把这事给平息了 哎 这个夫君 管的事也太多了 田福堂一路走一路想 既然现在这事已经平息了 徐主任 徐主任又让他烧话放人 他就应该表现出 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处理的高姿态了 他感谢徐主任 让他回来传达这个 让孙玉后一家人高兴的指示 他甚至想 说不定这家人还会认为 是他田福堂给公社做了工作 才让放王满银来 现在 黑灰绒缠绕的自行车 驮着田福堂 已经到了冠子村 他突然灵机一动 干脆 让我上去先给绍安他姐说一声 让他高兴一下 田福堂把自行车 撑在冠子村的公路边 就上兰花家去了 冠子村谁家住什么地方 他都熟悉 当他走到兰花家门前 才发现门上吊把锁 田福堂于是扫兴的转过身 背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 他对自己不满意的摇了摇头 他本来就应该想到 满银一出事 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 他娘家的门上去了 另外 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 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像 绍安一家人 邀功讨好一般 真是 他田福堂 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下贱 他甚至有点面红耳赤的 又骑上自行车 很快向双水村赶去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杨晨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